7月15日,接受天空体育采访时,杰米·雷德科纳普表示如果曼联牵下弗朗基·德荣,他们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中场球员之一。 雷德科纳普说道,我认为德荣是世界上前二或者前三的中场球员,他对于曼联而言会是一笔难以置信的一员。 出于多种原因,德荣在巴塞罗那的发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名不可思议的球员。 效力于阿贾克斯期间,德荣在腾哈格的体系下有过比赛经历,他会在四名后卫深浅比赛并且为球队做出贡献,他会带球推进,他的传球很有创造力,他也有不错的素质。 我对于他在英超赛场的发挥非常期待,我觉得他和哈兰德会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超联赛的两名顶级一名。 当曼联签下德荣的时候,他们应该感到非常高兴,德荣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,我对他拥有深刻的印象,这对曼联而言会是一笔很棒的一名。 分享了这么多,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笔很棒的一名呢?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